电动车它的税表低 政府鼓励要用电动车 连入税都不用给了 在马来西亚政府为了鼓励你们 如果是一般的软油车进口 它需要抽大概差不多100%去好了 大概6-7% 就譬如说你们中国卖50万 到这边大概卖8-90万 这个是马来西亚 它为了保护它的国厂车 之前有一个普通 但是也是被你们那个吉利收购了 然后过后我们又出了第二个国厂车 叫做 MyV 噢 知道那个 就是这辆啦 这样的这辆 呃 你觉得吉利收购国厂车 你马下来怎么看 呃 其实如果它没有收购 这个普通其实是不能动了 已经快要快要择了 所以它 它现在收购 能不能重新来一遍 OK 如果它没有收购 其实它一路来那个普通 普通叫Proton 一路来它已经是表现到不是很好的 所以它就算不卖它 也是越错越差 已经快要被这个MyV给超越 这个停在路边这样 MyV给超越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好 现在国厂车没有 然后它被你们吉利收购了 过后它确实有进步 很多新车一定 然后它的服务也提升了 这个是正常 是确实的 原本是长年亏选过后 它慢慢 你们帝人的那个SEO 叫什么李圈的什么 我记得什么年 它做到很好 用几年时间把它成功销量给推上去了 它还是维持国厂车地位 它现在依然是国厂车 虽然它51% 如果我们就算是50%是吉利持有的 但它依然算是国厂 然后买车也是比较便宜的 它也是有享受免税 不是进口车 现在变成了港内地合资车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在马来西亚还是享受那种免 以税务上比一般年 比如说丰田进来比较便宜 你们去过冰城吗 没有 这个车是密学冰城 因为冰城华人最多的 在这边大概5个钟 另外一个钟 啊 冰城是吧 啊 冰城 因为我们一般是粤语叫奔省 是 奔省的 没错 我会说广东话去 我来到这里 可以保养 哦 真的不是过我的台式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会说广东吗 幽浴 啊 那我们就排纸 哈哈哈 我们会说 有了双口 双口 太不明白了 我们自己不说吗 哈哈哈 哈哈哈